哇~~ 超多的芋泥 它加加芋泥不用錢 今天我們來到了板橋 因為他們聽說蛋糕很有名 我們挑兩個母親節蛋糕 幫他媽媽挑一個 幫我媽媽挑一個 它這邊的麵包很好吃 它有一個每天限定 預約如果沒有了就沒了的生吐司 從日本學過來的 小小的檸檬雞蛋糕 它跟我們的檸檬蛋糕也不太一樣 你看它的這個水果捲超多的 雞幹的盒子 打開來 哇~~ 檸檬的小雞蛋糕 你看 生吐司剩一個而已 超酥脆的喔 你看 你有看到那個滿滿的乳酪醬嗎 滿滿的草莓耶 好吃 我可以一天試試喝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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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來到了板橋你的地盤 那這邊的話很興奮是說 台中應該沒有人不知道那個富曼麵包 他其實很有名他就是在地做了很久的麵包 他這次來台北的板橋開店加薑紫碎這邊 所以我們來挑 因為他們聽說蛋糕很有名 我們挑兩個母親節蛋糕 幫他媽媽挑一個 幫我媽媽挑一個 但是主要的是說他這邊的麵包很好吃 他這邊的麵包很好吃 他有一個那個每天限定 預約如果沒有了就沒了的生吐司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他的可頌超好吃 他可頌超級好吃 還有他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從日本學過來的小小的檸檬雞蛋糕 他跟我們的檸檬蛋糕有點不太一樣 我等一下介紹給你看很棒 那個真的是超級好吃 而且他剛開以後 這邊生意就超級好限定了 像他一個紅蘿蔔吐司也是很有名的 可是那個通常下午就賣光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進去開一開 他要幾點開 他很高耶他早上六點半就開了 然後很快就賣光了 沒有是某一些限定的很快就會賣光了 你看到嗎 他的麵包超多的 蛤 我要吃可頌的嗎 可頌這個超髒的 這個很多人都說很好吃 欸靠 你看生吐司剩一個而已 這麼快 對啊就剩這一個 他是 啊我最愛吃的這一個啦 這個這個沖麵包 我看他沖麵包真的很好吃 古早味 而且一個25塊而已 不會啊 這剛出入的啦 這個剛出入的才讚 這個是剛出入的才讚 這個 檸檬雞蛋糕 這個超好吃的 這是在買蛋嗎 對 真的很像是蛋 對阿 真的很像一盒蛋 然後他蛋糕是整櫃的 我們剛剛已經挑了兩個蛋糕 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也蠻漂亮的 而且他的尺寸其實蠻齊全的耶 對阿 我們是點大的啦 你家跟我家人都很多 好啦我們的 點了這幾個 然後現在人是 現在是趁沒有人的時候 我們趕快來出來這邊 站了一個位置來拍 這幾個 其實有幾個是新的 像這一個的話 是我們之前沒有吃過的 這個是 芋頭 欸 他的芋頭超滿的 上面一堆芋泥 下面也是芋泥 然後這個的話是閃電泡芋 對 然後還有這個是 超多水果的這個生乳捲 然後 我來給大家介紹的是 最好吃的是 我們之前來 他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要預約的 就是他每天限量喔 生吐司是每天限量 他好貼心喔 對 他是一個那個塑膠袋 他是夾電袋 夾電袋的 雞幹的盒子 打開來 哇 檸檬的小雞蛋糕 這是他最有名的 我告訴你這個超好吃 他就是一顆一個這樣小小一顆 然後上面都有 檸檬的那個 日本的檸檬醬 這個超好吃 你吃吃看 很精緻的味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老闆 剛才我有去問老闆 老闆說他這個是去日本 看到他們有在做 所以他去改良 那個味道是日本傳過來的 傳統台式不太一樣 傳統台式上面是 那種那種白巧克力 然後硬硬的 他不是他是很鬆軟 然後很香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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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幾次 我的形容詞沒有很多 好好 雞蛋糕 而且真的超可愛 弄那個 雞蛋盒 雞蛋盒爪 真的很好吃 你幹嘛舔大拇指啊 因為他沾到那個醬 一般台式的比較傳統的是 上面一層白巧克力比較硬 然後裡面鬆鬆的 可是他就沒有什麼檸檬的醬子 他這個感覺是有檸檬的果汁的那種酸味 很棒 這個超好吃的 而且 他用雞蛋盒爪 拿去送的 都還有趣味 很棒 沒關係啊 可是很帥啊 不要吐 很會講話 你真的是里長 真的是要 真的是里長 真的是這樣 我拜託你你選 我們還沒入籍這邊 如果入籍我投你的 你看 他的這個水果卷 超多的 要吃漢堡嗎 他水果真的都很好吃 而且 他水果都沒有弄那個膠 沒有弄那個水 那個什麼 那種透明的膠有沒有 為了要掩蓋 水果可能沒有很新鮮 所以說弄弄那個透明的膠 水果是完全整顆 完全沒有任何醃漬 直接在裡面 而且 他真的都不會甜 不是不會甜啊 不會太甜 因為我每次來我都是吃鹹的 甜的話是真的大家都很會 傳統 但是我之前超愛吃 就是他這一個 關於他的蔥麵包超好吃 滿滿的都蔥 很好 而且我告訴你 他的蔥真的很香 很好 他的蔥完全不會有辛辣 超愛吃 他每個蔥裡面都還有鹹度 所以重口味超棒的 很好吃 看他蔥麵包一定要吃 滿滿的閃電泡芙 你注意看喔 他閃電泡芙中間還有夾這個 脆的糖餅 很特別 增加他的口感 對 吃一次給你看 喔這很重耶 這個我很怕他掉下來 剛都是大亨堡一樣 對對對 我很怕他掉下來 他這個料好多喔 超多 超多 今天要吃飽食店套餐 超好吃 超好吃 他閃電泡芙一定要點 然後他中間還加了這個脆餅 提升他的口感度 然後這個奶油 你不要以為他是奶油 他有點像卡仕塔醬 栗子的那種卡仕塔醬 超好吃 欸這家真的超強 超好吃 我平常是比較喜歡吃 那個 就是那個 蔓越莓 裸麥蔓越莓 然後跟那個 什麼胡蘿蔔吐司 胡蘿蔔吐司 對 因為我比較偏鹹食 就是比較偏鹹的 因為甜點類我比較 比較少吃 我連續四天我跟你講 連續四天一天吃幾顆 第一天吃兩顆 二到四天各吃一顆 因為是很節制的 從後面就斷掉我 這樣真的很吃 看一下他裹麵圖 滿了草莓耶 好吃 我可以一天吃吃嗎 每天限定的生薯絲 超Q 來吃吃看 他裡面是 我跟你講 他那個扎實度是有點像是 你咬下去他會有那種 很像 有那種筋性有沒有 咬下去會 斷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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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是軟的 你不知道 那很難講 就是 他那個 他那個是 不是只有鬆軟的 他是有Q度 吃下去會這樣 好像尿到最後有點咬斷的感覺 大概十個月了 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邊 他這邊又有一個 非常 極推的可頌 他的可頌 感覺 超酥脆的喔 你看 你看 超脆的 哇 而且你看 他可頌好好吃喔 他可頌中間是 一樣是Q的耶 外 外脆內Q的可頌 就是這一種 那他裡面那個 你不要看他空空的 他裡面是Q的喔 哇 超多的 芋泥 他加加芋泥不用錢 對 他說老闆我要蛋糕 然後我加芋泥不要錢 他是上面不是給奶油 他是給芋泥 對耶他沒有什麼 他沒有什麼鮮奶油 他的鮮奶油就是 芋泥本體 對啊 超屌的 他整顆都沒有鮮奶油耶 很紮實 而且我記得這個不貴喔 這好像只要100 還110 你不知道什麼事 欸欸欸不要講喔 不要攻擊人家喔 而且我剛才看喔 你看這個是他的那個 剛才那個 蒜頭乳酪 他裡面每一條裡面 都有加乳酪醬 每一條嗎 他每一條裡面 都加乳酪醬 然後而且你注意看 他上面超脆 他上面是脆的 他這個是用法國麵包的麵包去弄 他不是軟的那一種 我把它拔開也拉開 超脆超脆 你有看到那個滿滿的乳酪醬嗎 哇 超肥 超好吃但是超肥 他蒜味很重以外 但是他不會讓你覺得油膩 然後 他這一層乳酪醬 帶一點鹹甜鹹甜的味道 剛好解掉那個蒜頭的油膩感 好啦那這個的話就是 一個是你選給你媽媽的 一個是我選給我媽媽的 我告訴你這個是台中人 你買蛋糕大家都一定知道負賣 所以他來台北 這個是你啦 這是你選的吧 這剛才是你選的 金薄的嗎 上面有金薄 這是你金薄 這是我媽 我媽比較樸實又無華 所以就送給她這個起司了 真的超漂亮的 我覺得這我媽一定超愛的 哇 他的很紮實耶 他很厚 他超紮實的 不是那麼好切耶 對對對 而且你 你看我們為了拍剖面 就破壞了你媽的 母親家 這個不要動喔 這個我要帶給我媽的 塞不回去了 塞不回去了 欸你在講什麼 射的東西 喔 ok 好啦啦啦啦 我告訴你 我覺得我媽會比我 喜歡我的一個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一定贏你 因為你那個被切過了 幹 呵呵呵 這一間的話我告訴你 他麵包我們推薦的那幾個 你來吃可頌 然後生吐司 鹹 蔥包 然後還有那個乳酪 那個叫什麼 大蒜乳酪 這幾個絕對很好吃 但是 他其實有很多的口味 他的 台式日式歐式都有 那你可以自己來挑 而且他的價格都不太貴 他 這邊真的我覺得有加鴉片的 會上 而且他價格不會很貴 他晚上整也會很多 所以如果你們有那種限定的 像是 生 生吐司那些的 限定的 那個你可能就變成說 你要問他 出爐的時間跟到貨的時間 因為他那個沒了就沒了 好 電線資訊我會幫他影片底下 喜歡記得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